阿爺的103 歲人 老母說:「金山七和扁肥玉,他們賺錢之多,很懶惰的。」 在中華民國八年初下,扁肥玉回省城探親, 就被他的工人紅貴生,乘機加冷了他的手飾, 以及對鑽石金耳環,大懶懶成六百多鹹籠。 後來捕捉到那個臭妻紅貴生, 那些鬼佬法官又說證據不足放生他。 中華民國十四年4月10日,星期五晚, 金山七和扁肥玉去麻帝花國, 與那些老人喝花酒, 豈不知那些鬼佬全家賊拉車佬心懷不軌! 一隻屈尾十班馬,去他的打鼓嶺村李慧園家裏造世界。 那時屋裡只有他的妻子女和一班工人, 幸好有個帥哥聰明有後門較腳, 走去警局, 警察開鬼槍, 打打個匪徒, 十日後, 再拘捕了那兩棟匪徒, 並建造部份裝物。 阿爺的一百零三歲人碎老母說, 還是金山七成日走去九龍城落線堂幫忙的那部? 好吧!